谈恋爱一年,遭受到的是恋爱暴力和约会强暴 受暴者应当如何对待 大家好,我是Pexy师姐 聆听别人的故事,误自己的感情世界 今天我们来说本课书中真实案例 以让大家参考,因为有保密协议,所以人名顺属虚构 小陈和阿美谈了一年的恋爱 一次,小陈对阿美表示 两人一年多以来的感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如果她真的喜欢自己,就应该和自己发生性关系 否则,两个人就分手 并表示她若与阿美发生关系之后 一定会娶她,会对她好的 小陈连后带威胁的话 两人便发生了性关系 从此,小陈对阿美越来越没有耐心 和当初追求她时判若两人 在一次冲突中,小陈竟出手打了阿美两个耳光 事后,小陈马上道歉 说自己很爱阿美 不把阿美当外人才会这样 表示以后一定会改的 可后来她出手打人的频率越来越高 每次被打后,尽管感到非常伤心 但阿美还是又原谅了小陈 心想自己已经是她的人了 她是爱我的,她是会改变的 并想着或许等两人结婚后,情况便会改善 阿美经常带着伤去上班 终于有一天,她的同事也是好朋友 小陈看不下去了 在三千说之下,阿美来找到了婚姻家庭执行师咨询 经过案例的分析,阿美是遭受到了恋爱暴力和业会强暴 她并非出自自愿与小陈发生关系 而是在小陈天夜秘移又以待威胁的情况之下发生的 很明显,小陈对阿美实施了精神、情绪、肢体上的暴力 但是阿美并不希望寻求帮助和支持 并用她还是爱我的为借口来安慰自己 认为婚后会有好转 这正反映了恋爱暴力的隐蔽性 阿美对待恋爱暴力的想法和做法 也反映了社会上一些人的传统观念 一、是认为自己已经和对方发生新关系 是她的人了 就应该与对方继续保持恋爱关系 二、是认为对方是爱自己的 对自己的暴力是可以原谅的 以为婚后可以改善目前所处的暴力的状况 本案咨询的建议是 第一、当事人阿美不是完全自愿的求助者 是被朋友带来的 因此咨询师要跟她建立咨询的关系 了解阿美遭受暴力的情况 暴力属于哪一个类型 暴力的严重程度 第二、帮助她提升认知 通过介绍相关的知识 增强她对恋爱暴力的认识 以她分析产生恋爱暴力的原因 并一同探考解决方案 改变阿美,她是爱我的 婚后会改变的消极方法 帮助她梳理改变的信心 学习恋爱沟通技巧 提高重建恋爱关系的能力 并给予恰当的建议 此外,还要设法 让她的男朋友一起接受辅导 重点做好对小陈的福岛 帮助她分析 延伸家庭的背景 生活环境 分析她的暴力行为 形成的主要原因 应用行为、治疗方法 帮助她改变在 恋爱关系中的暴力行为 三、是帮助她梳理 男女平等的思想 认识暴力的危害 看到暴力对阿美造成的影响 从阿美的角度考虑问题 学习正确的沟通技巧 让她应用到今后的生活中 只有施暴者正确 认识到施暴行为的错误和非法 才能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才能改善双方的交往关系 你对以上的案例 有哪些看法和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你的点赞、订阅与分享 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有脸书的朋友 也可以关注我Pexy师姐 在订阅时候 记得点击按钮旁小铃铛的图案 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新节目上传的通知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